就在北海下路 很多已經是大學生的家夫人 都在為了學會和生活會歡樂 合理警察自從合理學生會和合理學廟組成會 為了讓在努力向上的孩子要歡樂學會 因此是共同觀眾5萬塊做學金 讓30位家夫的高中生和大學生 希望能幫助到他們 未來如果是優秀,新主的時尊也能來回饋別人 家夫中新主任王正光表示 做的孩子人生得了都沒有好走 但他們在全人的騎乏資格 由緣繼續向前走 今天很感謝和美警察自公協進會 他們在中秋節即將到來 他們為了關懷家夫的這些孩子 這些孩子即將要開學了 所以他們今天總共給我們家夫的高中生 還有大學生總共30位 頒花5萬塊錢的獎助學金 希望孩子能夠順利升學 那也謝謝他們在中秋節 能夠招待我們家夫的這些親子 總共六桌 讓他們享用中秋節的一個公聖的晚宴 那也能夠領到助學金 讓他們順利升學 早日脫貧 警察自公協進會 里屬中有全村鄉標示 希望在小孩子在後有優秀成就 也能想到小時候的幫助 並且在有兩年的時候 會開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今天是我們和美警察自公協進會 舉辦中秋節聯誼 即關懷弱勢頒發彰化交付中心 受福家庭的獎助學金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來借這個機會 來慰勞我們彰化 我們的和美警察自公夥伴們 他們的辛勞與付出 次要的部分就是關懷交付中心 我們會繼續的研辦 只是本次我們所設定的對象 是高中職以及大專生 來做我們的對象 那也藉此來拋磚領域 讓更多的團體及個人 能夠來參加類似這樣的活動 在海野店民路立法庭 是在今天可以訪問的主要得 加副中心沒有將在相關經費上面 願望賠償的課口 加副中心也讓大家 作回來拾財子 作為提醒台灣社會聯誼 新中華新聞李明洪何必 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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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